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婉晴 今天我们终于到了本次线上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了 就是一开口就能搞定成交的三个套路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三节 所有的课程的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学习 你在生活当中有用吗 你的演讲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在我录课的这段时间当中 我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上节课我有说过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在2018年超级演说家 女性专产的PK中 获得女性专产的冠军 和今天讲的课程主题 也是非常相似的 三个套路 让我们的开口就能成交 这里的成交分为几个概念 第一 你透过演讲大量的吸引了粉丝 这是一种成交 第二 你透过你的演讲销售出去的你的产品 获得了实质上的价值交换 这也是一种成交 第三 你通过演讲不一定把产品销售出去 像我一样在演讲当中获得冠军 这也是一种成交 因为你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今天我将通过三个方向 把这三个套路跟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 首先就是如何快速的吸引粉丝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自己的案例 你想吸引粉丝 希望有人能够被你吸引 追随你 第一 你一定要让对方感觉你有价值 第二个 你的观点非常的细腻 别人觉得你非常的有料 并且有趣 第二 你还要让别人觉得 透过你分享的东西 他们能学到 第三 你还要让别人觉得 你还有很多没有说完的东西 也就是你卖关子的能力 这三点 让你能够迅速吸引粉丝的能力 你会发现 所有具备影响力的人 他们说话的套路 都是先抛出一个独特的形象 或者一个独特的观点 然后再告诉你一个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 讲还之后 他们会总结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 或者针对这个观点 反问别人 然后不回答 这样的方式 就像带着听众做滑滑梯一样 一样勾着他的内心 想认识你 想知道后面的内容 只能跟你深入了解之后 才能知道 这样你就能吸引大量的粉丝 举例 我曾经在一次的课程当中 被邀请上台做分享 然后我在现场做了一个动作 就吸引了一大群人家我的微信 而且那一场分享 连20分钟都不到哦 而且在那一场分享之后呢 我在短短的20分钟 至少收到了超过20万以上的费用 所以我经常说 演讲表达是最大的生产力 说到这里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说了什么 对吧 今天我就一步步的拆解给你听 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地揣摩一下 当中的逻辑关系 用在生活当中 那一天我一上场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告诉大家 我在过往时间里取得的结果 我跟大家说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 帮助一个强制品牌 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一个月的销售额 一万块都不到 到最后年营额五千万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是如何把一个服装品牌 通过短短半年的时间 覆盖全中国六十多个城市 拥有一万多个代理商呢 第三个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做女性教育的时候 如何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成为女性教育培训行业里的佼佼者 并且呢 还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遍布全中国五十多个城市 走进四个国家呢 这个时候 就会有人在想 天哪 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我用这种方法 透过我独特的观点 以及我成功的案例 迅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就能够快速达成我想要的结果 大家都喜欢结交成功的人 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经验 相信此时此刻在手机前的你 和当时观众一样 也想了解对吗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 我分享的内容当中 看到我的逻辑思维 以及我商业的运作的内在 还有变现的能力 我的故事就按三个步骤来说的 只要说完之后 想通过演讲变现 想要提升个人影响力的人 是不是跟我交朋友呢 因为他们有很多问题 要找我解决 线上课程内容有限 时间有限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那么多的内容 我只能跟你讲清楚 其中一个案例 这其实也是制造 悬念的一种方式 讲一个案例 其他两个没讲 电视里面广告一下 再回来是一样的概念 这样就可以让听众 一直被你揪着内心 就像挠了他们的阳点一样 必须立刻解决 一定要跟你成为好朋友 以上这两个案例就是 我如何迅速吸引粉丝的 第一个套路 展示价值 让别人愿意和你在一起 第二个套路叫做 遗情认同 就是你讲完故事之后 让别人在你的故事里面 找到他身上的共同之处 让听众觉得 你跟他是同一类人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所有优秀的广告 几乎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够 让听众感觉到感同身受呢 比如说 一个白领 他真实的状态 可能就是普普通通 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假如你按照这个形象 去塑造广告中的人物 那么这个广告 肯定不会成功的 因为在白领自己看来 他并不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 营营众生里最特别的一个 只不过 他是怀才不语 时运不佳而已 你必须按照消费者 心里的自我形象 来塑造你的角色 或者你在塑造角色的时候 你得把每个打油诗 都当成是 成名前的李白来对待 在这个方面 比较成熟的是化妆品广告 几乎 所有的化妆品广告中的主角 在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很漂亮了 即使不用化妆品 他也已经足够美了 而用了化妆品之后 都跟PS过的一样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角色设定 就是因为 大多数女性消费者 都认为自己长得还不错 只是缺少了一款 适合自己的化妆品而已 当你看到那些明星用化妆品 更加美丽之后 你当然会忍不住要幻想要 使用一下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了 再比如说 宝马有个广告 它专门请了各类型的职场精英 来为宝马代言 那么无情当中 不需要通过宝马来夸自己长品号 通过一大群的精英 选择就更加说明 有说服力在表达他们的感受了 它会让你感觉 这是一个阶层的代表 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自己过得不错 即便你不是这个阶层 很多人都会认为 未来一定是 只要顾客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那么他就会有买单的可能 你在讲故事后 也觉得需要这样的能力 跟别人在说一种观点的时候 要给他的未来以希望 所以在移情的认同上 运用的方法就是 当你讲完故事之后 要提升听众对你故事的认知 令他们脱离所在的层次 站在更高的层面去思考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未来 能变得更好 不管他能不能够做到 但是他一定是对未来 美好生活有所向往 你也可以从一个第一的起点 开始说起 再给别人一个美好的向往 我曾经有说过一个 就是55度杯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为什么他的杯子 能卖得这么好呢 是因为他讲了 他女儿探伤的故事 所以妈妈们同样听到这句话 就很有感觉 他们肯定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不希望孩子被烫伤 所以摆在他们眼前 就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他们自然而然的 就会选择来买这个产品 包括有一个卖空气净化器的品牌 叫三个爸爸 他们的品牌 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崛起 就是因为这三个爸爸 讲述了自己小孩 因为空气不清晰 而受到伤害的故事 他们希望 还孩子一片蓝天 就这样的初心 会打动很多相同阶层的人 因为他们做的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的爸爸妈妈看到以后 就会专门去买 就送给他们的孩子 所以在整个空气净化器的行业里 他们单独做出了个细分的品类 是专门为儿童服务的 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市场和受众 就看你怎么能够让顾客 在听完你的演讲之后 能够做到认同你的故事和观点 让他们通过自己过往的感受 当中的逻辑顺序环环相扣的 只要你遵循这个方式 顾客大多数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因为你提供的是最快速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成交的第二个套路 移情认同 最后 我通过我参加超级演说家 女性庄厂取得冠军 这样的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通过最后一个达成现场成交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虽然我不是要卖一个产品给别人 但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当时我参加的超级演说家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人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痛苦 一遍一遍的修改我的演讲稿 每一天写稿子写到凌晨 然后没睡几个小时 又要继续开始比赛的内容 上台之前又改了一次 我才能够拿到冠军 这一次改稿的痛苦让我彻底明白 那些在平常生活当中 你选择回避的痛苦 都会在某一天加倍回忆到你的身上 就像平常 我不愿意去仿佛的修改自己的演讲稿一样 站上的超演的舞台 我需要千锤百炼 才能够拿出最好的作品 就像同样的一块石头 砍一刀 只能成为山上的石阶 经历千刀万剐才能成佛 我很感谢一遍遍推我改演讲稿的老师 是他们让我用更大的视角去看待自己 所以人生真的需要一位教练 因为他的存在不是在颠测你 而是帮你看到自己的盲区 拔高你思考的维度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当我参加超级演说家时 我明白思考两件事 第一 我想获得冠军 一定要在观点上超越其他选手 第二个 我怎么能让现场所有的评委和观众愿意投我一票呢 这个时候演讲的内容就非常的重要 我先来独家猜解一下我在超级演说家的这篇稿子 因为节目没有播出 所以各位同学请为我保密 这也是超越历史以来第一次在演讲还没有播出 就能够听到我在猜解我的内容 因为是女性专场 在我的演讲中 第一个我提出的观点就是女性的独立 我借用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权主义倡导者波夫娃的观点 他提出一个词叫第二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女人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这个观点很多人没有听过 所以在观点上就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 演讲一开始我就制造了一个悬念 我用了诗经里面的一首诗来形容女性的美貌 我一开场就问大家 你们都觉得我是这样的美女吗 结果大家觉得很搞笑 还有这么自恋的人 我说的对 当你听到这个回答之后 你会觉得天哪来的自信 咱的美叫别人夸呀 但是话锋一转 我说大多数漂亮女人都没有好名 我马上接着讲这句话 是不是跌宕起伏之间 故事的悬差就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激烈呢 听众就有非常明显的感受 像过上车一样的刺激 所以你在设计演讲稿的时候 也要说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然后拍一下到达谷底 那么对方就会跟着你心理的情绪和状态一起走 这种方法用了一句总结 就是用冲突颠覆生活 你先要给对方一个巨大的美好 然后瞬间转折跌到谷底 人们就会到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你再微微道来告诉大家其中的事情 超演就要马上播出了 到时候只要搜索超级演说家刘婉晴 你就可以听到我的这篇完整的演讲稿 如果我的演讲有打动你 也请你转发跟我一样 期待绽放生命价值的你 在演讲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出生当时有多么贫寒 我的家庭经历了什么 让我会觉得女人一定要活出生命的价值 成为家族的荣耀 我的成长经历让我疯狂的努力创业 当我得到人生结果时 原本以为我妈妈会认可我 但是没有想到我妈妈依旧没有 所以我再次跌到谷底 接下来我再次在困境当中站起来 去寻找奋斗的意义 又让人生新的使命和新的意义 演讲最后我说出了内心中 一个关于女性独立的美好幻想 让所有人在最后的美好当中总结经验结束 这就是我此篇演讲稿的设计流程 所以正在专心听课的同学们 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方式和方法想一想 如果你想要得到你的结果 想让全场的同学成交 这就是最好的方式 整篇演讲中 第一我讲了我和我妈妈的故事 即便没有发生 但是全场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呢 然后我通过我的故事 你会很认同我拼搏和努力是为什么来的 当我今天取得结果的时候 我内心的纠结 痛苦和我人生新的意义的升华 是故事的一层层的递进 到最后成交和别人愿意给你投票 那么投的绝对不是你 而是你在演讲当中 他找到了自己的认同 最后我给同学们做个总结 第一我们希望讲话有结果 有成交 就必须与听众共情 第二你必须了解 怎么能够产生跟别人之间的共情 第三 当听众和你共情之后 就要给他们再去希望 第四 你要有案例见证 讲出别人已经做到的例子 增强你的可信度 第五 告诉听众 我们都一样 也经历过迷茫和痛苦 这样听众就会更愿意了解你提供的解决方案 因为他们希望你变得更美好 整个成交环节 我们需要一环加一环 把它连接在一起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这是本节课程的最后一个章节 我通过很多案例跟大家讲解了 一个演讲 怎么能够招人喜欢 有结果的演讲 一定是能够了解别人 一定是丰富自己 一定是懂得环环相扣 一定是懂得事实的抛干货 一定是事实的留学念 一定是懂得永远给别人希望 其他的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掌握 有机会可以到线下跟我一起共同探讨 深度学习 因为表达类的课程 一定不是听会的 而是练会的 我们会给你提供有效的练习 帮助你们快速的蜕变 在演讲的道路上 你也需要有人辅导 期待有机会 我在线下能够见到手机前的你 感谢大家三个月来的聆听 谢谢你们 很开心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给你们做一支生命的链接 在整套课程中 我也有几次没有及时更新课程 也感谢同学们的包容 在此 我对你们表示真诚的歉意 影响你们学习的进度 此外 我也准备了一篇演讲稿 帮助你们在课后更好地参加练习 所以 如果你需要 可以在留言区 留下你的邮箱 会有助教老师 把这篇演讲稿发给你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谢谢同学们 感谢大家 祝大家以后呢 开口就有影响力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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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